高层维稳崔永元事件。党媒批自媒体将真相当头子。 崔永元爆料大陆演艺圈逃税事件持续发酵,引起整个民族大狂欢,如今该事件已引来高层灭火。 20日官媒刊文称,一些自媒体公众号为新银点击,将真相当头子一样致来致去,挑动整个社会的情绪。 6月20日,大陆官媒人民日报刊发题为点击量绝不是唯一标准的评论文章称,随着互联网技术日益发达,各式各样的自媒体平台在大陆网络上涌现,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章写手,再透过网络平台大众传阅。 文章批评,一些自媒体公众号,从营销软文到洗稿生液,从了一炒作到传播谣言,对于一些自媒体点击量成为信息价值的唯一考量。 在一次次反转又必谣的新闻热点里,在一个个荒诞又流传甚广的段子里,一些自媒体公众号将真相当头子一样致来致去,挑动整个社会的情绪。 不少分析认为,党媒的上述批评自媒体的言论,是针对目前仍在持续发酵中的崔永元爆料事件灭火。 近一段时间以来,电影《手机2》开拍引来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连串爆料,不仅搅动整个中国娱乐圈震动,还引来总理李克强关注和税务总局调查,以及官媒风潮,事件还撼动了资本市场。 6月4日,影视传媒股一开盘就遭遇暴跌,单天是只蒸发114亿元人民币。 同时,华裔兄弟唐德影视也迅速跌停,华裔加信横电影视光线传媒也遭重创。 随着爆料事件的不断发酵,还有被崔永元爆料牵出来的人,上了中共纪委的追逃名单。 崔称自己手里还有一抽屉这样的合同,随便拿出来一个当事人兜得进去,牵扯到的全是大腕。 6月16日,崔永元又在其微博晒出一叠合同材料说,已将这些材料分成几部分,下一步准备交给证监会、国税局、公安部、中纪委等部门。 6月17日,崔永元与前电影演员原毕,地产大亨,造号中国董事长潘石一级房产大亨任志强,在北京城二环内唯一有山有水的会所餐厅聚会。 台媒分析说,他们四人都被大陆网民认为是感言人士,这个时间点上四人走到一起,应该是来谈试的。 报道还称,北京财经界高人暗示卷入避税风暴的华裔兄弟影业只是小菜,还有第三阶段,后面要现行的可能是某首富了。 崔永元死前声称遭到死亡威胁,有知情人士6月18日披露,有关部门已经给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配备了内外实名保镖。 至今该事件仍在持续发酵中。 崔永元连串爆料的导火索是冯小刚5月10日在微博高调宣布,手机二即将开拍,崔永元被惊怒。 原因是15年前冯小刚拍摄的电影《手机》被认为影射崔永元搞婚外情。 美国之音分析说,本次由崔永元端刚的这场娱乐大戏的主角,其前台幕后应该都是中共高层政军之间的角力。 网中军和弟弟网中类创建的中国最大名影影视公司之一,被称作影视界大佬。 据称,王氏兄弟具有军方背景,兄弟四人中有三人从军,父亲也是军人出身。 有港媒称,中共高层早对军方打持娱乐圈极为不满,或借机铲除与娱乐圈关系密切的军方势力。 据传,官方已传达限制军方背景的公司及电影《华谊兄弟影业》已遭官方调查。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